这是我买那小茄子包 茄子包洗干净以后 把这个瓣给它切下去 切下去这不绿的吗 这花边这都洗完了 这都能要的 然后这个这也切下去 这有个小头也切下去不要 然后就从这不这有个圆吗 从这圆让它立起来 这轻轻的这样 这样给它切了 这样切一切两瓣 别给切断最好 切断也没关系 这样的 这个也是这样切 把这头这切一点下去就行 特别嫩这个 然后再切这个头 刀往外撇 然后这不是个圆吗 这样立起来 把刀卡在这以后 卡在这以后手要这样 一碰上手 往上拿点 这切 这样切开一切两瓣 多嫩呢 然后就搁码这里头 这个茄子包也是 也去这切 把头切起一点 然后这个白的切起一点 其实也能吃 这不是圆的吗 这样的 咱这样 这样一切 把这茄子包 一批两瓣 这就行了 咱就这样 蒸 蒸它 拿蒸锅蒸吧 如果拿蒸锅蒸呢 也就15分钟左右 我估计 我这拿电饭宝做 电饭宝我就搁那那个 精华煮或者是蒸煮都行 蒸它 给它蒸熟了之后 这个东西蒸熟了之后 就要拿另外一个干净板子 切点蒜末 和盐拌在一起 等那个蒸好的茄子在锅里闷着 晾凉了 凉透了 咱们再往里码盐 往每个这样茄子包里头打开 它蒸熟了就软了 塌了 往这个里边 这不两半喇吗 分别往两个半喇里边 抹上这个 咱提前剁好的 倒好的蒜末 还有盐 蒜末和盐要拌匀了啊 再往里码 再往里这个放 但是一定要得把茄子蒸熟了 晾凉了以后 再把切好的蒜末和盐 再往里放 然后再放一个容器里 放一个容器里 那个焖着就行 那么是可以让你继续 我可以让你继续 打开